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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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期待已久的 有聲書評就要開始了 我們把現場交給佳玲 歡迎來到有聲書評 我們透過人與書的對話 對人的啟發 陪你一起聊閱讀 聊想法 聊行動 今天呢 是我們起點Live Show的第二場 我先確定一下 第一場有來的舉手 哇 第一場只有二十個人 就要有三位 這個回購率蠻不錯的執行長 可以嗎? 很好 可以 那有人知道我們第一次 Live Show的有聲書評 是哪一本書嗎? 愛的藝術 所以你們沒有來還是有聽嘛 對不對 好 那愛的藝術是我們 弗洛姆的這個大作 那我們第一本呢 就談愛的藝術 這是非常經典的一本書 對不對 第二場 第二本書 有誰會比佛洛姆還要有名 誰? 阿德勒對不對 你在逼他們一定要這樣子回答 我發現他 我想問他們有沒有發現 弗洛姆是哪個學派的? 精神分析 阿德勒是哪個學派的? 阿德勒是哪個學派的? 阿德勒學派 阿德勒學派 你們可以猜下一次的有聲書評 應該會是哪個學派 不一定 我考慮一下 不一定 好 我們今天呢 確實我們就要來 導讀阿德勒的大作 叫做 自卑與超越 你們有看到凱宇老師的身上有三本書 他今天有備而來 他這三本書 都沒有讀完 喔不是 他三本書 起碼有讀完一本好不好 有讀過其中一本 然後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他要帶三本書 好 好 凱宇今天為了這一場 準備很久齁 對 準備很久 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就在準備 就開始準備了 對對 沒錯 就兩年前的事情而已嘛 對不對 相信這種鬼話 好 為什麼今天要帶三本書來啊 好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自卑與超越 阿德勒的喔 那我不知道 大家對於書 或者是對於你生命當中 有價值有意義的書 你們是怎麼相遇的 很多人說 舉手舉手 老師我我我我 我跟有聲書評相遇的 對不對 對 有點失落 我有點難過這樣子 好 那當初呢 我會接觸到 自卑與超越這本書 其實是我在念研究所 兩年前嘛對不對 真敢講齁 好 那個時候呢 是老師的指定書目 因為我們上課 我們有上一門課 叫做生命史的研究 它其實是 有一點是在 社會心理跟人格心理交界 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 因為在學生時代 接觸到的書 可能你會有一種反射式的排斥 因為它跟老師啊 作業啊 教功課有關 但當年呢 老師要我們做這本書的報告的時候 我自己讀 就很吸引我 因為它裡面談到的一些東西 我今天會慢慢的跟大家鋪開 但大家放心 因為這本書呢 其實是1931年出版的 那裡面的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概念 如果我照搬跟你說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可能跟你的真實經驗不符合 但是你會知道阿德勒 某種程度上 是不是因為一本神作 叫《被討厭的勇氣》 對不對 很多人認識阿德勒是從他開始的 所以呢 我今天最後也會用《被討厭的勇氣》 到底在跟我們說什麼 作為一個收尾 所以呢 開頭我會讓你們知道 我怎麼認識這本書的 而跟你的關係 慢慢的我們一步一步看 當年阿德勒算一算 1931年出版到現在 再過個一些年就一百年了 再過五年就一百年了 就是近年了 那跟我們現代人到底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他歷久不衰 可能你主觀的體感 假設你平常就有在閱讀學習 你會發現 哇這些年談阿德勒 好像是門顯學對不對 好像跟談戎格差不多嘛 所以呢 我那個時候接觸到《自卑與超越》 其實我是先接觸到這本書 這本書呢 書名叫做《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那是我們當年研究所老師的指定書目 然後我很認真把它看完了 然後我也做報告了 因為生命史的意思就是 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對象 比如說阿德勒 弗洛伊德等等 去研究他們怎麼活到他們的樣子 從他們的出生一路以來 關鍵的選擇 包含他們理論學說的提出 為什麼他這樣想 而對我們後世有什麼影響 所以那時候我讀完 我一直覺得 阿德勒有兩本書 一本叫做《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是我們的研究所老師要我們讀的 而另外一本叫《自卑與超越》 我那時候一直有這個誤會 然後我一直覺得我錯過了《自卑與超越》 然後等我畢業之後 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是 總有一天我一定要讀《自卑與超越》 如果他翻譯的不同 那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為什麼有這樣子一筆的不同 其實如果按照英文書名的原番 的確是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但是我覺得後來我們給他一個 比較失意的名稱 叫做《自卑與超越》也非常的貼切 因為跟阿德勒這個人的生命故事是有關的 其實阿德勒他在1870年出生 距離現在也非常長的時間 那樣的一個年代裡面 他很有趣 我們現在對他的認識 是一個理論的大家 他影響後世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說的正向心理學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的可能團體治療 家庭治療 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 他基本上都是一個發起者 都是從他開始的 但是那個時候他自己的出生 他比較不像是一般我們說出生 就像大家可能稍微知道弗洛伊德 一出生就是一個很優秀的學霸 集三千寵愛於醫生 家世背景又很好 他完全不是 簡單來說他有一點 他的人生是叫屌絲逆襲的故事 他一出生的時候有一點是體弱多病 然後他家族排行是老二 他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哥哥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回想到 自己有非常優秀的哥哥或姊姊 是什麼樣的心情 尤其是當你開始懂事了 你進入學校了 你進入團體了 好像一直會有一個被比較的標竿 那他當年就有一點點是活在 優秀哥哥的陰影底下長大 而且不只如此 他自己在主觀生理上 他一出生可能因為鈣質吸收等等的問題 那時候翻譯的名稱叫做購樓病 購樓那兩個字有點難寫 就是有點 有點 有點體態 駝背 對購樓病 所以呢他在身體上的 感知到的一個殘疾 包含他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優秀 甚至於在他求學過程 剛開始表現也是非常的差 然後一直到他很努力 他原本數學很差 然後後來變成是數學的學霸 所以他後面才能夠當醫生 所以你會發現 在他的一個整個過程裡面 他為什麼寫自卑與超越 而為什麼我們後面翻譯的書名 叫做自卑與超越 有沒有開始聞到一點味道了 沒有嗎 你們可以反應的知道嗎 就是他怎麼克服他自己的自卑嘛 他怎麼克服他自己身體的殘疾嘛 或者他怎麼克服他 有一個很厲害的哥哥的這種心魔嘛 是 凱宇這就像是我們在小學堂 你們都有聽過心理小學堂嗎 每一個學派的創始者 他為什麼創這個學派 跟他的故事有很大的關係嘛 OK 好 那這樣子也是兩本書就好 為什麼你今天要帶第三本呢 因為呢 你要證明些什麼嗎 基本上呢 這是我研究所的時候 我讀的是這一本 那你們現在市場上市面上 應該找 蠻難找到這一本 找不到這一本 這一本呢是 應該是我記得相對早的 就是志文出版社的 而現在呢如果你 不管是自己想讀 還是想要讓你的書架上 裝點的漂亮一點 金裝版有看到嗎 比較近期出版的 所以是各個不同的版本 來跟大家做分享這樣子 所以 剛剛那一串呢 除了給大家暖身之外 重點就是 不要再鬧跟我同樣的消化了 好不好 我也超越了我的自卑 原來他們是同一本 好 好 那可以就是 就是阿德勒讓我們最記得 就是他關於這個自卑的論述 他到底是怎麼說自卑 還有我們每個人身上 一定都會有自卑嗎 好 我先說 不管你對於自卑的理解是如何 我們先直覺地問自己 你覺得自己有自卑感嗎 有 你對於有些事情會覺得自己不如人嗎 有 或者看到別人特別優秀 表現得特別好 你是不是心裡會有一點點 奇怪的味道 你很難說他是一個嫉妒 你也很難說是一種攻擊 甚至於有時候你會有一種 有違者亦弱勢 有一些人會有一種 我終於看到的目標 這些複雜的情緒 其實基本上 你都可以把它化約成為一個叫做 我意識到我自己不如人 這樣的感受就叫做自卑 也叫做自卑感 那現在問題來了 自卑是不好的嗎 我們可以理解就是說 當自卑衍生到一定的程度 它可能就會變嫉妒 在變攻擊 有沒有 它會讓你活得不快樂 有沒有 現代人常常有時候我們說 心理的邊界很重要 我們後半段的心理沙龍 就要談心理界線嘛 對不對 橋歸橋路歸路 我過我的人生 我做自己不就好了 但你知道嗎 往往我們講這種話 講得越大聲 其實心中都指向他人嘛 對不對 如果你自己就做自己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宣稱嘛 對嘛 這是人性一個很弔詭的地方 一個人凡事他只要 越用力宣稱什麼 往往他可能就是有點害怕 有點缺乏 所以呢其實 自卑它是一個驅使我們 每個人前進的動力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覺得你能不能認同 這也是阿德勒他的理論跟學說 為什麼給後世 尤其像正向心理學 這麼大推力的原因 因為我得說我們活在這世界上 從我們成為人類的那一天起 其實我們就要對抗環境 好不要用對抗 我們就要適應環境 對不對 我們一出生為什麼要大哭 因為你沒有大哭 你的肺部沒辦法舒展 你沒辦法適應一個 需要呼吸的世界 你在媽媽肚子裡 其實媽媽幫你呼吸的 對吧 老師我是魚 我用腮 好啦隨便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要一些努力 去克服去適應 包含我們需要去 就像我現在 我要克服大家看待我的緊張感 你會緊張嗎 對 其實我花很多力氣超越了這份自卑感 沒有關係 因為他臉紅你們也看不出來 沒有我是黑的 謝謝 所以 所以事實上自卑我覺得是 每個內在 驅使我們前進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回到我自己生命的歷程 像我當初會念研究所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克服了 我自己覺得我一路以來 好像只是會做業務 然後我想要做點不一樣的事情 我意識到我不足 因為當我是一個很優秀的業務 我開口閉口就只能講那些話 不是不好 但我覺得不夠 所以記得喔 不是不好 但我覺得不夠 那當然有些更顯而易見 我真就覺得不好啊 阿德勒小時候看到他哥哥 是不是很容易有一種 我就是覺得自己不好的心情 所以關鍵就在於 當我們有這些體會 包含到後面 比如說像我做有生書品 我好不容易很努力的摸爬滾打 讓我考上了研究所 你看還鬧那個笑話 你說台灣的碩士的質量那麼差嗎 對 怎麼一本書不會對下英文書名 還搞這種笑話 但的確那是當年的我 所以呢我花很多時間 很大的努力 我在2005年開始做有生書品 那個時候的時間點的重疊 就是我在念研究所 因為我總覺得 比起我身旁的那些同學 經過四年正規的 大學心理學的教育上來的人 我真的不足的地方好多 所以有一個東西我們都要去思考 不足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如果我們看待這個世界 你永遠不會意識到自己的不足 這會活出一個更好的人生嗎 但如果我們一直活在一個 我自己不夠不足的狀態裡 那這又會活成一個怎樣的人生 阿德勒他所有的學說 就是陪伴我們去看待這一點 而所謂的 當我克服自卑感的努力 可能對有些人來說 我可能要賺更多的錢 或者是很多人就是 克服自卑感就是我要學習 很多人接觸到我們 是不是就學習溝通 學習認識自己 那請問你原本就很會溝通 很認識自己 你會來嗎 不一定也不好說 對吧 你可能會覺得因為不夠而來 但也可能因為我想要更多而來 但無論如何 他就是一個促使我們行動的動力 所以為什麼他的書叫做 《自卑與超越》 就是當我們意識到不足 跟我們為這個不足所做的努力 而讓我們活出一個更超越的境界 這是他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 可是談到自卑呢 有一個東西 凡事過有不及 什麼叫做凡事過有不及 就像我剛剛說的 當我們的自卑衍生到一定的程度 它變成是一種失控的狀態 譬如說 你有沒有遇過有些人 我就不談那個 他的人生都花在賺錢的這種失控了 我就談 你有沒有遇過有些人 他的人生都花在學習的失控 哇我自己開七點文化我講這個話 我不是砸自己的攤子嗎 我多希望大家失控在學習 這樣子我們就 學越多越好啊不是嗎 對啊 但我覺得我始終還是覺得 回到人作為本位 今天我自己努力經營七點文化 它只是我跟這個世界相處 跟這個世界連結的一個界面 它是工具它不是目的 當我把經營事業當目的的時候 這待會我後面會講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世界上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 有很大的疑惑跟不解 為什麼他明明是做的細件好事 為什麼他整個扭曲成這樣 為什麼有些人 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說法沒有錯 可到最後為什麼會有很糟糕的結果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我們可以說 有些人說法是權力使人腐化 有些人說法是 可能壞了屁股就壞了腦袋 但我覺得其實阿德勒為我們點出 一個很重要的自我認識 叫做我們如何看待內在的自卑 因為當我們看待自己的自卑 當我們去 當我們沒有把它擺放到一個 相對平衡的位置的時候 你知道嗎 一個幫助你前進的動力 它也可能毀滅你 在書裡面呢 它講到一個非常經典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樣喔 就是有三個小朋友 都跟他們的媽媽去動物園 那小男孩嘛 看到動物園 你覺得除了看可愛動物之外 是不是很想要看猛獸 對不對 你們心中是不是都有各自的猛獸 承認吧 好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小朋友 然後媽媽帶他去看獅子 然後是大吼一聲 嘩 那個很震撼的 尤其對一個小小孩 三個小孩 三個不同的反應 第一個小孩 他看到那個獅子大吼一聲 換成是你 你在那個狀態底下嚇到了 你知道嗎 第一個小孩 他的反應就是跟他媽媽說 我想要回家 我想要趕快離開這裡 對 那你回想一下 當自己遇到自己生命 當中有所不足 或者意識到有些事情 你會害怕的時候 你會不會選擇 跟這個小孩一樣的反應 叫做逃避 我常常遇到有些人 遇到自己不足的時候 比如說 我覺得我錢賺得不夠 然後開始去說什麼 開始把這件事情 眼睛捂著不看 耳朵捂著不聽 當它不存在 當它不發生 那它是不是仍然影響著你 這是一種 而第二個孩子 遇到同樣的狀況 獅子大吼一聲 然後呢 他雙腳發抖 然後嘴唇發白 然後跟他的媽媽說 我一點都不怕 應該要演一下 我一點都不怕 他其實嚇壞了對不對 那我們問我們自己 當我們面對生命的挑戰 而面對挑戰 覺得自己有所不足的時候 你會不會站在一種 否認的姿態啊 或假裝他 你很好 你可以 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 他覺得他需要賺錢 但是他逃避 就是他眼睛捂著 耳朵捂著 而否認的姿態就是什麼 他講相反的話 錢不重要 錢財乃身外之物 我視金錢如糞土 那你為什麼每天都活在糞 算了 亂講話 亂講話 好 所以 好 我們講第三個孩子 第三個孩子 他的姿態是什麼呢 遇到同樣的狀況 他跟他的媽媽說 他也是嚇壞的 然後他抓著媽媽的一腳 跟他的媽媽說 我可以對他吐口水嗎 虛張聲勢嗎 我們面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的時候 你會不會採取這種 虛張聲勢的態度 譬如說一樣 當你意識到 你需要有成功的事業 你需要賺錢的時候 你的虛張聲勢是什麼 我只是不努力 你爹比較缺財財而已 當初如果不是怎麼樣 還沒辦法怎麼樣 有沒有聽過這種句型 有沒有 你會以為他是油膩的中年男人 才會講的話嗎 不 他是任何人都可能講的話 只是表現形態可能會有一點差異而已 所以凱宇你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內心有自卑的時候 除了我們很典型的 會有那種 自己很小啊 自己很弱 也會有另外一種 就是把自己呈現得很自大 然後呈現得好像很OK 可是其實內心還是很害怕 所以在阿德勒的理論說法裡面 他就說其實自卑不是問題 我們面對這個世界 感受到自己有所不足 而為那個不足做的努力都很好 它反而是我們生命的動力 但當我們掉入了自卑情節才是問題 所以自卑情節就是什麼 當我們很努力的去補償這份自卑感 但我們卻一直沒有辦法滿足它 而沒有辦法滿足它 我們又沒有去找到適當的方式去調整 去適應或者去克服 於是產生了一種有一點扭曲 有一點內在合理化的這種狀態 叫做自卑情節 它可以表現出一種什麼 明明那個問題就在意的要命 但是呢 你可能退縮 你當它不發生 你否認它 或者是呢 你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攻擊它 你看很多人 他的羨慕嫉妒恨 某種程度上 他是真的討厭你擁有的嗎 還是他其實超想要你擁有的 只是他一直得不到 就只好說葡萄酸 對 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 所以 我們說一個人展現自卑 我們常常會以為 他可能就是把自己縮起來 他可能就是呈現一種很萎靡的狀態 不 當一個人張牙無爪 虛張聲勢 就像我們的政治人物很有趣嘛 對不對 當年是不是都在反貪腐 可以可以 這個話題我就到這就可以了 對 想想想想想想 到這就到這 想想想想想想 往下往下 對想想就好 每個人都有內在的自卑要超越 對 所以呢 我就覺得就是說其實自卑 我們怎麼看待它 它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但我們要小心 我們有沒有掉入自卑情節 而自卑情節呢 其實 它往往呈現出來一種是攻擊 無論是向外的攻擊 還是向內的攻擊 逃避否認是一種向內的攻擊 而去酸別人 去罵別人 去做過分的宣稱 就是一種向外的攻擊 那很多人就問我 那有自卑情節 那有沒有另外相反的情節 叫優越情節 喔 優越感 有沒有 這個是在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書裡面 沒有寫 但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我當年所接受的學習跟訓練 我覺得有必要讓大家知道 你帶著這樣的觀點跟視角 如果你願意讀那一百年前的書 那我覺得你可能會讀得比較 更有味道 但是呢 你如果覺得把它放著 書架上挺好看的 也很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閱讀是很個人的 不要因為任何的原因 逼自己一定要如何 因為我要企圖引發的 是你朝向圓滿自己人生的動力 並不是要告訴你好像讀哪本書 才叫做圓滿的人生 那完全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我在講到優越情節 特別講到這個 因為我發現當一個人 他有一些事情成就了他 他就會過分地放大他 的確喔 我當年花很多的努力做有生書品 很多人認識我是因為有生書品 但我從來對閱讀 沒有一種叫做閱讀基本教育派 你一年沒有給我讀個一百二十本書 該死 一年一百二十本 我都讀不到 一個禮拜兩本 對 賣話書才做得到 但為什麼優越情節要講這個呢 就是說其實我們針對自卑所做的過度補償的努力 往往會引發我們形成一種叫做優越情節 當一個人他生於貧困家庭 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朋友 他因為從小的條件不好 他很努力的去改善他的物質生活 可是當他已經早就賺夠了他的安全邊界更多倍以上 但他卻停不下來 甚至於他開口閉口跟別人宣揚的 他活出來的樣子就是只有物質主義 這世界只有賺錢最重要 然後呢他還去放大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在市場上看到一些 所謂的成功學括號 他是不是你聽他說的好像都對 尤其當你人生需要一點希望的時候 好像被他點燃了對不對 但你越聽越有一種越覺得 你怎麼好像你的世界就是有單一價值 好像除此之外並無其他 有沒有 站出來就一定要某種裝扮 你自己回去Google 我今天不是來罵人的 OK好 所以其實有時候當我們陷入一種過度補償 可能過度的自誇 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不管你擁有什麼 他就是你所努力而得來的 他不是要拿來跟別人比較的自誇的 甚至有時候我們遇到有些人 他會去可能毀謹他人 當我自己是一個有生書屏 走過這段路的人 我真的遇到一個人 他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 並不是靠閱讀 我不會因此覺得他就比較次等 你知道那個就是每個人認識的窗口 可能有他生命的一些機緣緣分 所共構出來的 所以我們回頭問問我們自己 我們看待自己的不足而去努力 可能你努力唸書 你努力工作 努力學習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在自卑情節跟 所謂的優越情節裡面擺盪呢 明明有些問題你要去面對 結果你一直退 或者是自我合理化覺得它不重要 又或者是你早就證明了你超越它 但是你卻活成 這世界上只有那個的單一標準 這個其實是阿德勒他真正想告訴我們的 就是我們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身為人感覺到不足 而我們針對不足所做的努力 會形塑我們這個人 而形塑 當我們過分地雕琢 這個人就會假 當我們過分地不在乎 這個人他就失去了生命的潛能 所以可能你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我又不能夠 真的什麼都不做躺平在那邊 但是我做太多太努力的時候 好像又要很小心 這中間我要怎麼知道我是夠平衡的 所以阿德勒他的理論 就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詞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英文叫做Lifestyle 生活型態 生命風格 在阿德勒的理論裡面 他就說 當我們克服自卑的這一切的努力 累積出來會發展出 一種我們的特質行為跟習慣 這不是白話文對不對 白話文就是你現在習慣怎麼活 你現在習慣怎麼看事情 小到你每天的日常生活是怎麼運作的 大到你看待一些可能壓力 看待一些這個世界的變化 比如說我們知道 AI是不是帶給我們很大的衝擊 你看到AI的時候 你是習慣贏上去還是習慣退縮 我不是說哪一種姿態比較好 而是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是那個姿態 我覺得阿德勒他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在於 其實談到Lifestyle 談到生活風格 但我其實最有感的就是 先跳出來問一下好了 你們為什麼來學習 你相信學習可以改變人生嗎 對 他們單純因為你帥所以坐在這邊 他們想看本人 我相信帥可以改變人 他說什麼話嗎 好 所以 所以其實我相信大家坐在這邊 你一定是感受到學習可以改變人生 你才會坐在這裡 你沒有這份信念你可能不會走進來 你根本不會打開幾點文化的內容 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接觸的緣分 但是你能不能去理解這世界上很多人 他活在的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 他覺得我生來如此我就是如此 而在心理學裡面其實也有很多這方面的探討 一個人之所以活成今天的模樣 到底是那種所謂的決定論 也就是宿命論還是一種目的論 什麼叫做目的論呢 就是阿德勒他說的 我們做的這一切努力 我們做的這一切努力行錯了今天的我們 而這過程當中 這過程當中 有很多是我們面對眼前狀況的解釋所造成的 而這個解釋就會影響出我們做什麼行為 舉個極端的例子 今天大家很棒 都很準時對不對 你有沒有遇到有些人習慣遲到 那如果你的個性是跟佳穎老師 我啦我啦跟我一樣的話 你就會覺得遲到你就拳頭硬了嘛 想要去好好處理他一下這樣子 但是呢你信不信 你問十個習慣遲到的人 你問他遲到好不好 他會跟你說不好 就像你問很多人有煙癮的人 戒眼好不好很好 戒得了嗎 戒不了 有辦法準時嗎 沒辦法 有辦法提早出門嗎 有沒有 你知道有時候遲到很妙嗎 每次都跟我說塞車 我就很想問他你第一天住這個城市嗎 好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似荒謬不合理的那些行為 其實隱藏著我們內在的目的 就像你看一個人 他常常表現出討人厭的模樣 你會覺得 從我們的解釋就是 可能他故意的或者他怎樣 但有沒有可能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無形當中學到了一種生活型態 叫做我只有做一些討人厭的事情才能夠被注意 才能夠引起我想要的關注 對 我只有在每一次跟別人約 我看似不受控的遲到 我才能夠 把握一點點我內在覺得我可以管控事情的感覺 我沒有被規定 你規定我2點到我就2點到嗎 不 我就是要2點15分才到 因為我可以控制這件事 你聽得懂嗎 這聽起來好荒謬對不對 但有沒有好真實 有沒有好真實 我們真的細細的去體會 我們人生當中的很多荒謬 改不掉的壞習慣 而建立不起來的好習慣 這如果你用所謂的宿命論的角度來說 你用決定論的角度 你真的人會覺得很絕望 我這邊補充一下決定論 有些朋友不知道決定論跟目的論 決定論有一點就是 你現在的事情大概就是你3歲或6歲以前 或你的早期經驗就決定了 你今天會怎麼做 這叫決定論 就是過去跟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因果關係 可是阿德勒的目的論 它是說 你現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因為你做這件事情會有一些好處 是你決定做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是我帶著一個目的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因為我被過去的某個陰魂不散的東西 給決定了 這樣 好 對 所以其實有些人 他如果沒有弄懂這一點的話 他就會覺得 譬如說像我們有 開玉婷老師的課程回家 那很多人一聽到原生家庭 那個翻白眼就翻到後腦勺去了 然後眼睛掉到腳跟這樣子 我又不能選我爸媽 對 沒錯 但其實 如果按照目的論的角度 我們看待原生家庭是透過理解之後 重新解釋此刻 重新決定我此刻往後的行為 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意識的主體 而不是那種過往傳統所說的 可能六歲定一生 對 六歲的你可能帶給你很多的影響 你的曾經可能帶給你很多的影響 就像有些段子說的嘛 兩個囚徒被關在監牢 一個低頭看見滿地泥泥 一個抬頭看見滿天星斗 他們都被關在監牢裡 我們有時候此生為人 是被關在所謂地球這個監牢裡 但你要看哪裡呢 你看哪裡會讓你活得更好呢 再另外一個段子我也超有感的 一對兄弟 一個是酒鬼 一個是知名的大律師 成功人士 然後有記者問那個弟弟說 你為什麼成為一個酒鬼 酒鬼就說 因為我有一個酒鬼爸爸 而同樣的問題 問他那個大律師的哥哥 你為什麼成為成功的大律師 那個大律師的答案也是一樣 因為我有一個酒鬼爸爸 有沒有品出一些味道了 對 其實當在我自己讀阿德勒 和我今天很有熱切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阿德勒的過程 這真是我自己感覺 就是我們到底想把自己活成什麼模樣 是 Lifestyle是阿德勒的理論 但是放到我們人生 我們是不是針對很多我覺得不足的地方做很多努力 不然的話 我也想不出你有什麼理由做在這裡 還是真的因為我帥嗎 你知道講這句話 我要超越多少內在的自卑 你克服了 你今天讀完阿德勒你克服了這件事情 對 但我知道這個話題如果再多重複幾次 我就進入了一種優越情節裡 對 對 再來是盒子 可以了可以了 就收在這裡了 所以事實上 我們回頭 你可以忘掉什麼叫做Lifestyle 你可以忘掉這些專用名詞 但是你問自己 你現在怎麼活 那些 尤其是你極端依賴的 或你極端討厭的 但又放不掉的 先不要去批判他 我每一次在我的課程裡 遇到很多同學 他跟我討論他很多的困擾 我就是不想要拖延 但我為什麼一直拖延 我常常就會問他 那我們不妨來看看 當你遇到重要的事情 一直拖延 對你帶來什麼 好處 他說蛤 好處 老師你有沒有講錯 好處 我說對 好處 你看有時候 我們有一些 無法改變的習慣 至少暫時覺得 無法改變的習慣 他其實有為你帶來好處的 他給你帶來一種 可能是掌控感 他可以帶來一種 你覺得你好像 還能夠有一定的 最近不小心 YouTuber推我一些香港的電影 你好像是個畫世人 就是你可以決定一些事情 你有話語權 你可以有話語權 對 然後再來 譬如說 為什麼你總是 假設你今天跟我一樣 要在這裡跟大家講話 為什麼你總是在這種關鍵時刻 你沒有辦法 勇敢地展現你自己 他可能有為你帶來好處 可能在你成長的過程當中 曾經你是一個 表現出 退縮 表現出 不這麼張揚的狀況 而被長輩稱讚 你好乖 你好聽話 於是呢 那個封城已久的記憶 成了你現在的習慣 我不是說那個記憶不對 也不是說這個習慣有什麼毛病 而是在於 我們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阿德勒 如果你真的去讀他 去懂他 你會發現 他帶給我們很大很大的力量 我們都不是過去的囚徒 我們也不是我們習慣的奴隸 當你能夠去看見 當我發現 喔 原來那個好處 只停留在我生命的某個時刻 某個片刻的時候 我現在可不可以幫自己 來四個字 重新選擇 OK 所以凱云的意思是說 我們選擇記住的東西 我們選擇留下來的 其實是我們選擇 讓這件事情可以重複 對不對 我記得 當我可能低調一點 或我配合一點 我就會被好好的按 於是我選擇 把這一段記憶留下來 沒錯 那這個東西 也就是阿德勒講的早期記憶 對 其中一個 而且阿德勒呢 他談早期記憶我覺得很有趣 你記不記得 你人生當中最早的記憶 有沒有 最早 有到一歲的嗎 一歲以下 好 對 我自己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 我自己記得的早期記憶 我最早的記憶 大概是在五歲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比這個更早 可能我當年投胎的時候 然後我不小心孟婆湯多喝了兩碗 沒有 他從此之後記憶都沒有好過 對 然後 他不想做的事都會忘記 你這麼做對你有什麼好處 欸 很好的問題 這個有點目的論 對不對 有什麼好處呢 好 有一種掌控感嗎 有耶 平常叫我老闆CEO 這時候就可以好欺負我 而且是合理的 對 原來為何我今天 你回到五歲 你的五歲 對 我當年我記得我五歲的時候 因為我家是基督教的家庭 所以都會上教堂 然後我五歲那一年的基督聖誕節 那一天的都有晚會嘛 我就記得我五歲一個小朋友 然後呢 大家最後唱聖歌啊幹嘛啊 結果我就一個小孩叮叮咚咚 步履滿山的爬上台 然後在台上唱歌跳舞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 對 然後後來經過證實也發現 欸好像 跟媽媽核對過 對對對 這件事情是有發生的 那我就發現 喔好像那個最早的記憶告訴我 當我人生當中 遇到我對自己沒有信心 當我人生當中遇到 我有些話想要說 我有些東西想要表達 我不敢的時候 那個記憶其實帶給我很大的力量 一直到今天 我其實也只是換另外一種方式 跟大家唱歌跳舞嘛 你有沒有發現 他復刻了他五歲的記憶在現場 在right now 有沒有 因為現在就是他小時候的那一些 但我希望大家 但我希望大家 大家我知道 不是每個人像我這麼幸運 有些人早期記憶回憶的 可能是有些是傷害的 是痛苦的 或你暫時找不到意義的 但你永遠記得 我們都不是過去的求徒跟奴隸 我當然也可以解釋 當年受到這麼大的掌聲 受到無條件的包容跟喜愛 為什麼到長大之後 在我人生當中很多場景 我們大家都大人了對不對 你真的有把握現在身為大人的你 上台拿麥克風 你真的覺得每個人 看待你就是無條件的包容嗎 你知道要真的相信這件事情 要做多大的努力 對嗎 而且你總是會遇到有些人 他不是帶著這麼大的善意 那也沒關係 關鍵就在於 你怎麼樣從你生命的底層 找到資源 而且要找到資源 其實阿德勒帶給我們的 我慢慢跟大家順到這裡 其實他談到 Lifestyle 生活風格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的所有的理論 想要讓我們看見的 叫做我們要活出四個字 叫做社會興趣 Social interest 然後這個詞彙的德文原意 叫做集體興趣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其實做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指向他人的 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有名字 我叫求凱宇 他叫楊嘉玲 我問一個問題 當這世界上只剩下你孤身一人的時候 這世界上只剩下你 你叫什麼名字有差嗎 當這世界上只剩下你孤身一人 這叫桌子有意義嗎 這叫水有意義嗎 所以你會發現 不管你自己覺得自己有多麼的宅 有多麼的色孔 有多麼的哀人 有沒有這些詞彙有沒有 你看宅、色孔、哀人 這是不是有時代低進的 對不對 你NBTI是什麼 是E還I 對對對 我INTJ 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現在要來對一下嗎 對 但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你是多麼的覺得 自己活的狀態是如何 這一切是不是指向他人 如果這世界沒有別人 所以回到為什麼跟大家分享 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為什麼跟大家分享自卑與超越 如果你有讀他的原書的話 其實我今天有點倒序你知道嗎 他的書開篇的第一段話就在談這個 就在談 什麼叫做意義 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哇 生命的意義存在的價值 這是一個大災問對不對 但有時候我們常常就說 我想怎麼活 我要活出自己 而我們忘記一件事 你自己怎麼活 是相對於他人的意義 所以其實阿德勒他一再一再的告訴我們 社會興趣 今天一個孩子 他因為他的弟弟妹妹出生 他感覺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脅 而在阿德勒的理論裡面就告訴我們 父母親應該要去建立起 跟孩子 共同的去照顧這個弟弟妹妹 讓這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感覺到他者不是威脅 他者其實是某種程度上 映照自我價值的一個途徑跟媒介 但是他者永遠是一個我們需要去尊重的 靠近的理解的他者 我們換位思考一下 我們人生當中是不是有很多美好的時刻 是我感覺到我成為一個完整的我被認識 我因為我是我所以被愛 而不是因為我是某人 而不是因為我的角色 所以其實社會興趣 阿德勒有一段話我很想念給大家聽 他說我們所經歷的事物並不是抽象的 而是以人的角度去體會的 因為人活在意義的領域裡面 那講到這裡就有趣囉 那個大家認識阿德勒通常是因為 被討厭的勇氣這本書嘛 對不對 有一個段子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 但我已經講了 就是我們都想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但我們常忽略了討人厭的事實 好 這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承認這真實 對 那我們常常有時候讀被討厭的勇氣 如果單純就以我們說標題檔 就是以書名殺人法 哇那我就是要活出 就是只要我不怕被討厭 我應該就都很勇敢 我應該什麼都不怕 對那個狀態好像在隱喻著 你只要活得好像只有自我 只有自己 所以你才有被討厭的勇氣 這你知道嗎 如果讓阿德勒聽到他從墳墓裡跳出來 你知道嗎 夾你的脖子 他如何文文儒雅的 我想他都要爆炸 這不是他真的想講的 我相信被討厭的勇氣的本書作者 也不是這樣子說啦 但我們常常有時候就是斷章取義 我來這邊幫大家正本親緣一下 就被討厭的勇氣 他其實在講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叫做課題分離 什麼叫課題分離 就是我生命的問題由我自己負責 而你生命的問題由你負責 不管我是你的誰 你是我的誰 對不對 而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常常有時候 我們會把別人的問題背在自己身上 我們把媽媽的問題背在自己身上 我們把伴侶的問題背在自己身上 那你會覺得 欸 老師你這樣講不對欸 我多麼用心 我盡心盡力咧 我哪會做到老家 我不會老爛 好心給我入驚 有沒有這種話 是不是噼啪啪都出來了 好 我們稍微理解一下 我們稍微用一個角度體會一下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shift過去沒關係 你試試看 就是當你把別人的問題 扛在自己身上 終究是你希望解決他的問題 還是希望他活成你喜歡 或習慣的樣子 我們都要很誠實地面對這個 對不對 你照顧你的孩子 你把他的人生 比如說他已經是個成年的子女了 你還把他扛在你自己身上 究竟是你真的希望他好 還是希望他活成你認為的好 所以其實阿德勒真的告訴我們的課題分離 叫做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出來 要把別人的生命還給他 因為他者並不是證明你存在的工具 當你把他者當成是證明你存在的工具的那一刻 其實你並沒有活出所謂的社會興趣 你並沒有以真正他人的福祉在活 你只是把別人當成證明自己的工具 就好像很多虎爸虎媽 他們的孩子多麼的可憐 成了證明他自己的工具 我當年沒辦法學鋼琴 所以我逼我的孩子學鋼琴 沒有沒有 我學鋼琴是我自己想學 對 所以活出真正的社會興趣 我想我自己在讀阿德勒 因為我今天彈的已經 有一點脫離自卑與超越 因為自卑與超越它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篇幅 都在談一百年前的那個時候的 社會環境的很多很多關係 你可以參考當作是 如果你有研究歷史的習慣 你可以透過他的書 復刻一百年前那時候的社會經濟環境 但是它一直以來有一個很核心的重點 我覺得好少人談 比如說當我講到lifestyle 當我講到社會興趣 我看到大家的眼神 有沒有 一半是叫做沒聽過的茫然 另外一半叫做期待的熱情 那通常一個人就是左眼一個 我的意思是說 它是交叉在一起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談 自卑與超越 我們都可以重新看一看 我們知道自己有所不足 它是不好的嗎 我覺得很好耶 很多人問我說 你最喜歡的課程 你最滿意的表演 或者你最滿意的節目是哪一集 我的答案永遠是下一集 我的答案永遠是下一集 人生活的有希望很好 人生永遠跟自卑感共處很好 但永遠要小心 不要掉入自卑情節 也不要掉入優越情節 然而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們怎麼活 或者是我們有意識的休息 都是指向他人的 當你知道你的休息 是為了帶給身旁的人更好的品質 創造更好的社會價值 社會興趣 那麼好好的休息好嗎 然後把自己的問題收回來 把別人的問題還給他 他則並不是證明自我的工具 這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說的 希望你會喜歡 好 好 謝謝凱瑞來告訴我們 自卑與超越這本書該怎麼讀他 那我自己在做心理小學堂的時候 也是參考了其中某一本 真的不是那麼好讀 因為畢竟有一些實彈 但是我想今天大家在聆聽的過程 就會懂自卑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 一種心情 只要我們活在人群當中 我們就會看到別人有的 而我們沒有的 當然也會有我們有的 別人他覺得很刺眼 或者是他覺得他也很想要 但是這過程當中 有能夠有能力課體分離 課是課本的課 課體分離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驗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 而且你也知道你跟他人的距離 該怎麼樣擺放 你不會透過他人的存在來證明自己 來彰顯自己的價值 可是也不會透過他人的存在 來去彌補自己心中的不足 那個匮乏 所以這中間說起來很容易對不對 課體分離四個字 好 那其實有點複雜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心裡殺了 為什麼要聊界線 誒 什麼時候應該要清除 什麼時候要清清楚楚 可是什麼時候 就像剛才講的 家人之間可以真的說得那麼清楚嗎 今天媽媽你的問題就你的 你的健康你自己去看醫生 有沒有 就你的事這樣子 然後不該我的事 有可能嗎 我們永遠要先調整內在的擺放 永遠要圓融的外在呈現 是 看法你看法 現在又有一個新的說法 我們就要好好來琢磨 到底什麼叫做剛剛好 不會過猶不及 這真的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一輩子 可以好好琢磨的事情 就算這是一百年前的書 很多時候我自己也覺得 我以為我讀懂了 然後再過十年發現 我其實沒有懂 生命的過程就是這樣 我們一邊走一邊看 可是有這麼多前人的書 這麼多前人的一些軌跡 還有重要的人 你不是前人喔 重要的人 告訴我們可以怎麼看 好 這就是我覺得 我們做有生書評 非常開心的事情 就是好書可以多讀好幾遍 好 那我們第一場呢 有生書評到這邊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正式的結束對不對 對 你是主持人 如果是網路上的版本 我就要說 期待未來繼續推出 更多更精采的內容 掰掰 好 我們謝謝